前为阳 坤为阴 天为阳 地为阴 太极往复 乾坤何意 无己不灭 生生不息 师祖 玉京已经明白心如止水了 以往我执念太深 急于去从别人口中弄清真相 反而是深陷其中 难以自拔 如今弟子会继续追寻真相 不管结果是对是错 我都会坦然面对 有只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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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这只不知 不用找了 这藏经阁 都是由无相掌门亲自布阵的 若是没有提示 很难在这茫茫书海中找到东西的 那怎么办呀 你手里面的字条不就是提示吗 以化而生 又化而死 解其天涛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就在这里 在这里 根据无相掌门的提示 是先生后死 先找到生门 然后再入死门 解其天涛 堕其天智 分忽晚忽 魂魄将往 这是牵挂所在的位置 我们真的找到了 你真的太厉害了 快看看里面有什么 拿到了 水灵姐 你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很聪明 我们快走吧 你不仅长得漂亮 你怎么寅找到你 你怎么又是你这个老女人啊 你说什么 我这辈子最恨人家在我面前提这个老字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 我再说一遍啊 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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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了啦 你 你这个老女人你敢打我 巧儿 你会不会太过分了 你这么没有夹缴 我替你爹娘好好管教管教你 你说呀 这么能说你怎么不说了 说 说呀 好了 五娘 正事要紧啊 臭丫头 真当我没脾气呢 我先看 好了 放回来吧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他们只说让我们拿纯阳无机功心法 没有说要拿这个七十二入夺命剑法呀 到底还是你精啊 那当然了 这就对了 二爷啊 我们就这么走了吗 不给两位姑娘留点什么 那怎么行 二爷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你们两个要干吗 只可惜啊 这两丫头一会儿就要变成灰了 香灰 走 郑铁港 唐二 这么大的人欺负两个小丫头 丢人 老贼 还我先捕 臭婆娘 真是贼喊捉贼呀 姑娘 走 走 死老贼 爷爷 还是我郑铁港的孙女王 连半个婆子都对付不了 是他们先偷袭我们的 是他们先暗算我们的郑爷爷 对啊 快走 走 走吧 你们取了这么长时间 着火间可有发现 要 没有 差一点就有 只可恨 那个郑铁港突然间冒出来 是啊 我们二人不是他的对手 苦战了一个多时辰 都未能阻止他放火 好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 从火里抢出这个盒子 未经掌门许可 不敢擅自打开 这是武当的出击剑铺 连出入山门的孩子都会 怎么会这样 一定是阴谋 一定是陷阱 他们故意固弄玄虚 故意让我们拿错剑铺的 是 这全都是吴孝的阴谋 他宁可全都给烧了 也不会留给咱们 吴孝已经如此对我 休怪我不念同门情分 来人传令下去 把武当山所有人 带到演武场去 是 是 父亲 你说吴亮和吴相反目 你说吴亮对你是言听计从 也都是阴谋吗 父亲大人 吴亮本已完全投靠我们 因为我答应让他做掌门 现在父亲亲任掌门 吴亮便没有投靠我们的动机 是 父亲大人 孩儿认为 吴亮与吴相反目不是一谋 好吧 吴亮交给我 你去对付毒刑大盗 正铁岗就交给你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是 是 藏经阁毁了 放心吧 孩子们 咱们早晚重建藏经阁 爷爷 现在满山都是锦衣卫 这里不安全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好 走 走 休想走 快下山 爷爷 快走 这山上山下都是我们的人 你们往哪儿跑 不自量力 那我就先解决了你 走 走 巧儿 他们人多 咱们得去帮衬爷爷 他们不是我爷爷的对手 我们在 反而给爷爷添乱了 快走吧 看不出来 你这老叫花子还有点能耐 少废话 放马过来 你以为你把我们带到了这儿 那两个小姑娘就能顺利下山吗 风婆子 你以为我的孩子们是被你瞎打的 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 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别跟他废话 不跟你们玩了 追 你们这是祥王哪儿跑啊 巧儿 别管我 你快跑 蒙依宇 你一个大男人抓女人算什么本事 你放过水灵姐 还敢郭子 快走 你打不过他的你快跑 水灵姐 你等我 我去找爷爷 走 停 停下 玉京 怎么停下来了 不行 我眼皮一直跳 我 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姐 结果这事 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你姐姐和不悔师太在一起 再说了 郑老前辈和巧儿也在呢 没事 掉头 回我荡山 我要回去接我姐 请慢 玉京 你以为现在的武当山 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就凭你的身手 莫非是想让蓝姑娘来保护你 我现在剑法是有些差 不如这样吧 我们在这里停留几日 切磋剑法 等你剑法有所进步 我便陪你一起回五当山 去接蓝姑娘 怎么样 好 往前去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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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老无相一手掌管 陈阳无极攻心法呢 这个呢 是武当之宝 自然也在老无相手中 那他现在在何处 这个 贫道并不知晓 老无相定是早就做了安排 我再想寻找无依于大海落针哪 贫道呢 倒是有些许线索 讲 前几日无相曾经觅讳图孙蓝玉京 假借诸出山门的名义 早早安排逃走 这无极攻的下落 不过 会不会与这小子有关呢 蓝玉京去下何处 听不及说 他去了少林 少林 这蓝玉京素来顽略 前几日呢 因偷尸红丸 导致内力失衡 受了内伤 若想 若想救其性命 需写得条理内习之法 而此法 只有少林才有 我又输了 我又输了 玉京 想打赢我 哪是三两天的事啊 东方大哥 小儿 你怎么来了 无相掌门先试了 牟苍浪占领了武当山 而且武当山所有的弟子 都被他抓起来了 师祖爷爷 先试了 不行 我得找牟苍浪报仇去 玉京 不行 你不能去 你哪儿都不能去 蓝玉京 就凭你现在的身手 怎么为无相掌门报仇 武当将亡 我身为武当弟子 难道就眼睁睁坐视不理吗 玉京 蓝玉京 你怎么还不清醒 无量长老 不习道仗 不回师太 他们哪个武功不比你高强 他们也救不了武当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就是死为了死在武当山上 你不能回去 玉京 你不能去 玉京 爷爷千叮你万主妇 你不能回武当山 我 我怎么也得 再见师祖爷爷一面啊 他老人家养了我那么多年 我不能不忠不孝 你 你 你呀 怎么就不明白 无相长老的一番苦心 他逐你下山 就是为了让你远离是非之地 看你呢 骗你了回去送死 你连他们家 最后一番苦心也辜负了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 你不能冲动 冲动就做傻事情了 我怎么也得给他老人家送中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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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儿 我没事 师祖爷爷 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 秦儿可怎么办呀 爹娘也死了 爹也死了 往后武当山 我还能依靠谁呀 不就尽头 咱们依靠谁呀 你不肯定是 好 爹也死了 你不肯定是 热火了 好 爹也死了 不肯定是 你 爹也死了 你不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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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呀 你混蛋 放开小爷 你 叶兴 你不要再师命不悟了 东方大哥 师祖死的愿望 我 我不能给他送中 我这辈子都不能信啊 无想掌门在乎你这点礼仪 他交代给你的重任 你完成了多少 你承诺了却没有本事兑现 这才真的让他死不瞑目呢 你知道吗 无想掌门的死是有意义的 他是为了武当死的 他老人家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保全武当 数代弟子的生命 保全武当数代人的基业 可你呢 在武当白白活了十八年 你为武当做了什么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说我是个废物 我是个废物 师祖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武当 好了 好了 玉京 你 我对不起你 玉京 武当此难再劫难逃 我们现在如果回去 也是无济于事 什么也改变不了 既然武相掌门 爷爷 都不让我们再回武当山 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巧儿姑娘 你说得对 对不起 现在武当这么乱 蓝姑娘如何了 对了 我姐姐呢 我姐呢 我告诉你水灵姐的下落 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冲动啊 我姐到底怎么了 她被谋英语抓走了 她被谋英语抓走了 果然不出所料 难怪我 一直心里不安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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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激动 得我们想想办法 等想出办法 我姐倒就没命了 那也得先听巧儿 把话说完呢 谋唐让她想要的是武当秘笈 这本秘笈不在水灵姐身上 所以说水灵姐现在是安全的 它暂时没有危险 原来他们是冲我来的 都怪我 都是我不好 我害了我姐 巧儿 玉京 你们先去少林寺 我去武当山救蓝姑娘 万万不可 东方大哥你不能回武当山 现在某一语到处 在派人抓你们 你如果现在回了武当山 不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了吗 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水灵姑娘不管哪 我们当然要救水灵姐了 我爷爷已经说了 他自会想办法 一定会救出水灵姐的 当真 当然 难道你不相信我爷爷吗 郑爷爷的武功 没得说 爷爷已经跟我说好了 我们两个会时刻飞鸽传书 一旦救出了水灵姐 他会第一时间带水灵姐来 和我们会合 玉京 这回你放心了吧 师祖采天之灵见证 今日起 锦儿定苦练武艺 完成师祖重托 再回武当 为师祖报仇血恨 блиnn 是 你以之恶 只会有谐 他以后 我脱迹 要自己感觉 有点 我感觉 你未知 必须 我求你了 玉京啊 你我一同修习剑法便是 好 你还给你 dual 一 这 全 这个 对 真 太重了 驾 来 你要小心了 我马上就要使出 白蛇吐信 神龙百尾 钟魁仗剑 罗汉降龙了 来 接招 你这白蛇像白手 钟魁像小鬼 我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剑法 船孙闻课 彼京 信念艰举 才可攻必克 战必胜 剑之要职 乃随心而动 明白了吗 好 好 再来 冬方大哥 你的武当剑法确实高明 这些日子小弟得以匪浅 谢谢你了 玉京 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 大哥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谢够了没 好了 再来 走 要死了 东方大哥 我 我现在剑法可有进步 玉京 你现在的剑法突然间大有长进 这内功也精进了不少 定是你体内的红丸发生了作用吧 这次算我们打平了 东方大哥 几天前你说过 若是我真的进步了 就不再拦我回武当 你还想回去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师祖了 就不会半途而废 现在首要任务 是去少林寺治好我的内伤 然后再回来接我姐姐 一起去寻找 当年续案的知情人 玉京 你不仅武艺大有长进 你 你的修为也静静不少啊 大哥 难为你和巧儿一番苦心了 对了 这个呢 是我这些日子剑法长进的秘密 送给你了 武当七十二路夺命剑法 对 东方大哥 你处处替我着想 还陪我练剑 我当然要知恩图报了 好兄弟嘛 就要有福同享 玉京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东方亮的好兄弟 好 好 亮表哥 见信如物 你我分别数余日 却如同数余载 望你见信后十二时辰内 到白海城见我 不可晚分毫 否则我将以死明智 表妹 燕 这个鬼丫头 恢复 我 我就在这儿等他十二个时辰 不信他不来 小姐 若是东方公子不肯来呢 瞎说什么 他敢不来 他要是真不来的话 我就回昆仑山叫人 绑也要把他绑到我身边来 坐 驾 你看 好漂亮啊 驾 驾 嗯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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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还有 来 来 客官 走 翻过那座山 应该就不远了 可算到了 已经到白海城了 你就再坚持几天 我们很快就能见到蓝玉镜 你到底要拿我要挟他干什么 不干什么 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 只要他肯乖乖地把东西交给我 我保证不会伤你们性命 他能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他没跟我说 我不会说你要挟他 若是信你 那样只会害了玉镜 你告诉我 恐怕这由不得你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心 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当剑谱 是蓝玉京给你的吗 看来这小子身上 不光只有一本无疾功啊 上废话 把剑谱还我 怎么可能 小心 小心 你还找了帮手 你没看他连我也蛇呀 这到底是你从哪儿招惹来的仇家 看来这妮子真生气了 看来你知晓对方的嫡心 我倒是有些好奇 说来你可能不信 这个仇家应该是来救我的 救你 别怪我没提醒你 再大的阵仗 也没来的人的脾气可怕 东方亮 你给我出来 东方亮 你给我出来 东方亮 你给我出来 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 你还要把人打得头破血流 表哥 你可真忙呀 别理他 他是个人来方 这么快就有了新欢忘了救人了 燕儿 你瞎说什么 你为什么护着他 你跟他这么亲密 我刚刚就应该射死你 救下一个中了剑的死人 有什么意义 我的剑 你不是总能躲得过吗 那是闹着玩 你一个人一直见我能躲得过去 你这么多剑一起射我 难道不是存心要我的命吗 我倒希望你能受点伤 这样好把你捞回去 陪我多玩几天 你知道我出来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了 怪不得武当山下你能够待一年 昆仑山顶却半天都留不得 您 你是西门牧的女儿 没错 我就是陆陵盟主西门牧之女 西门燕 原来是西门姑娘啊 久仰久仰 在下是牟一羽 牟一羽 别假惺惺了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这牟家少爷到底有什么本事 敢动我西门家的人 丫头 你爹早已不在人世了 若是你爹真能把他的盟主之位 被带进棺材里 我还真怕你 少废话 你那爹削尖了脑袋要控制武当 想撑霸武林哪 你爹削尖了脑袋 你爹削尖了脑袋 走 这丢剑如断头 若以此理 你的这条命 此时应该归我们了吧 表哥 抓他的人是我 剑还在我手里攥着呢 和你有什么关系 喜闻夜 你这是干什么 你走吧 多谢 喜闻夜 你不能放他走 站住 必须得我送你出去 他们才会放了你 不过我跟你保证 只要有我在 谁都不敢为难你 走 喜闻夜 东方大哥 喜闻夜 若是不放牟一余走 只怕武当山上便又要有人受难了 若以此理 更不能放他走 可我作为人质才对啊 你也知道那牟苍浪有何等成福 是个什么毒辣心肠 若是他儿子有了危险 你觉得他还会放过那些无辜的道长吗 1500余 时间进展得如何了 大部分剑法新法都已记录完整 布局道长也将72路夺命剑法演练过 可惜的是 武当不传之谜 纯阳无极公心法和无极掌 却无一人传承 那是不是有人故意装作不懂 那倒是不行 为了让他们就范 我还有意出招去试探了一下 为此还伤了几个道士 可是始终不见他们出招啊 的确如此 许多弟子只是普通的习物而已 根本没有深造的能力 大人 这蓝玉京在夏儿山之前呢 曾经密会过无相 这秘籍会不会是 掌门 少主飞歌传书 拿来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管我要帮手 你与那边好像出了点岔子 你们马上下山火速赶去增援他 是 大人 你看此事是否我也带几个弟子前往呢 没有必要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 是 是 来客官 里边请 请 慢走啊 让一让 让一让 有坐着吗 有 来 里边请 慢走 你瞧瞧 都是刚到的 快点吧 看看吧 糟糕 咱们尝开 看一看 再 再看看啊 再看看啊 公子 让开 表哥 我最后问你一句 跟不跟我回去 恕难从命 走 站住 你我从小青梅竹马 十多年的感情 竟然比不上一个你半路遇到的野女子 好好说话 动辄出言不叙 小心辱没了你们西门家的名声 我又辱门没 那你呢 撕毁婚约 背信弃义 你还记得你们东方家的家训吗 言信行果 这四个字 你守住哪个了 燕儿 我一直把你当做妹妹对待 自问这言行间 不曾有半点引你误会的地方 这言信行果四个字 我当得起 倒是你 若再如此放肆 我这做兄长的便要带你母亲 行训导之责了 想要管教我 想要管教我 熙明 你闹够了没 别闹了 别闹了 小姐 表哥 表哥你 我们从小一起练功 你的招式我了如指掌 这攻破之法自然也很清楚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你小时候那么疼 我对我那么好 你什么事都让着我 你现在 表哥 我娘说了 我这鞭子是专门治你的 待我使出了飞鹰剑法 纵使你鞭子使得再好好 我也只能当花拳绣腿看了 好大的口气啊 那我们就试试吧 来吧 这回认输了吧 叶儿 你生气了 叶儿 我跟你闹着玩儿呢 叶儿 又来这招 又来这招 这他治你 叶儿 这不跟你说 表哥 我跟你说 叶母 救命啊 叶母 叶儿 叶儿 这么多人在这儿呢 别哭了 表哥不好 表哥错了 看这么多人在这儿呢 鞭子 鞭子 鞭子给你 叶儿 别哭了 表哥 你真的不肯跟我回去吗 替我向姨母带句话 如今这天下动荡 武当派不能幸免 昆仑派一难独善其身 还望姨母早日做打算呢 可是 够了 直亮 我们走 昆明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不肯跟我走 就是为了跟他相好 你瞎说什么 快把人放了 我没有瞎说 我告诉你 你我之间 不成亲 便成仇 不 今天你这个宝贝人 我必须接走 如果你想救他的话 就乖乖跟我回去成亲 走 西门夜 西门夜 公子 公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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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都买的这个 来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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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正老前辈 把马摔好 好 接着 日子 好 你们俩 让我跟着 什么啊 这么多 我自己拿起来 越来越多 那我听说 有语 这是常常的 草获 封凯 你太厉害了 既然是 谁 我也要再多 和他 当心 水灵呢 郑老前辈 您大可宽心 她虽然被交官坏了 但说到底 她还是个善良的姑娘 不会伤害水灵分毫的 其实 你是想让蓝水灵先去昆仑山躲一躲 这眼下 武当派正与蓝家姐弟为难 若水灵跟随我们在外奔波 这处境十分凶险 昆仑派向来与牟家不和 牟沧朗绝不敢带弟子任意袭扰 因此 晚辈觉得 对于水灵姑娘而言 这昆仑山反倒是她的好去处 也不知西门夫人是什么态度 郑老前辈 您大可宽心 这西门夫人向来明世里 又深知自己女儿的脾气 绝不会任意偏袒的 只要水灵将事情的阴友原本道出 西门夫人一定会尽力护制 不会让她吃苦的 嗯 如此甚好 这了 前辈 您就放心吧 晚辈也是做过一番权衡之后 才如此决定的 好 不错 年纪轻轻却颇有诚服 比老头子想得还周全 这次算老头子我瞎操心了 多谢前辈谬赞 那接下来 该做何打算哪 这晚辈之前败在牟一羽手下 这玉京慷慨相赠的七十二路夺命剑谱 被她拿去了 晚辈心中好生愧疚 我必须先找到牟一羽夺回剑谱 再与玉京会合 你是想夺回剑谱 你大可使一招 螳螂五蝉 黄雀在后之妙计 请前辈明示 那牟一羽 这次的目标实为玉京 水灵只不过是她和玉京摊牌的筹码 那你在中途截了蓝水灵 她肯定不会甘心 这前辈的意思是 牟一羽要拿下玉京 必须向邵氏山而行 只要我暗中前行 便不难寻到她 好啊 好 这昆仑山日后必出奇才 多谢前辈之路 好 那老夫便不管你是黄雀 还是飞鹰了 毕竟我那边还有两只小蝉儿 更加不让我省心 走了 前辈慢走 十八年前的乙庄大血案确实是个谜团 好吧 我就告诉你 愿昔耳恭听 散月京 你本不姓散 你的身父叫耿京氏 是两湖大侠何齐武的二弟子 你的义父 布齐 原名叫葛振军 是大嫡子 你的母亲叫何玉燕 是何齐武的独生女 当年和玉燕和葛振军 原是有婚约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母亲却不顾廉耻 跟着二师兄耿京士私奔跑了 什么 私奔了 两个人到了辽东 不仅背叛师门还叛国 做了经国奸细 后来回到武当山 为努尔哈赤刺探军情 什么 我爹 是叛国奸细 不错 可惜他们运气不好 事情败露 耿京士就刺杀了你的外公何其武 那葛振军怎么办呢 没办法 他只好以门规处置了耿京士 你母亲当时啊 刚刚才生下你 不过却难缠而死 何家满门 就剩你一根毒苗了 玉京 这女人的话信不得 我们不听她胡说八道 我们走了 我怎么不胡说八道了 母娘 你继续说 好好好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 葛振军呢于心不忍 所以就把你带进武当山 抚养成人 你不要再胡编乱造了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 这可都是姑奶奶当年亲眼所见 绝无半句虚言 你卖信不信 你也是可怜的 糊里糊涂地白白活了这么些年 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孩子 这不可能 朝五娘 你闭嘴 嘴巴长在我身上 你管得着吗你 玉京 你别听她的 对了 对了 你身上是不是有那个无相真人的秘籍啊 你想干嘛呀 她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在问她又不是问你 我是为她好 你们懂不懂啊 身为叛徒之后 想要赎罪 那就赶紧乖乖地 把秘籍交给她义父不齐 好替她父亲 对 洗刷这个罪孽 懂吗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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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她发什么法 老天爷作证 我可一根汗毛都没有动头啊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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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这山谷深不可测 掉下去肯定死无全尸了 可惜喽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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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天谢地 多亏师祖给了他武当八宝紫荆帝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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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你肯定不会死了 阿姨 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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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巧儿 巧儿 你醒醒 你醒醒啊 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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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宝子金锭 巧儿 你喂我吃了是吗 巧儿 巧儿 你醒醒好吗 你是不是傻呀你 你给我吃干吗呀你 你怎么办呀 巧儿 醒醒好吗 你别吓我 我没你 我怎么办呀 巧儿 我一定把你救回来 倘若我能够弄到那本太义玄门剑谱 再结合我的飞鸣剑 定能练得世间少有的独门剑法 到那时 天下第一剑一定是我东方亮 小子 你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是不是想溜 如果嫌我累赘的话 不如将我就地解决了吧 你既已如此恳切 我若不成全你 那岂不是我的过错了 师太 还请稍安勿躁啊 可是少主 谋掌门是令我们去追击蓝玉京的 家父是令你来追击蓝玉京的 还是令你来助我一臂之力的 全凭少主吩咐 不 温亦云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当然是带你去少林寺 去找蓝玉京了 我猜 你应该比我还着急想见到他吧 彼此 彼此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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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 巧儿 你醒了 怎么样你 我马上把你放下来 好冷 巧儿 你没事吧你 不冷 巧儿 绿洁 你不要再陪着我到处乱跑 你颠倒我都快散见了 你忍忍啊 咱们出了伤谷 我马上帮你找大夫帮你疗伤 我撑不住了 别 你自己走吧 不 我绝对不会撇下你的 再忍忍啊 巧儿 马上咱们就出去了 好 马上 马上 好多燕子啊 那边一定有山洞 巧儿 咱们去看看去啊 你忍一下 马上走了 前面就是少林寺的地界了 少主 前面就是少林寺的地界了 我们在路上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恐怕那兰玉京早就进了山门了 是啊 不必着急 我们打个尖 歇口气再走也不迟 我们在时间上本来就不占仙计 眼下更耽误不起 时机之谬不在于仙 而是在于一个巧 少主言之有理 可是少主 我们带着东方少侠 这个样子去少林寺 的确有点招摇 这样 陆寒 你和师太 先去打听打听蓝玉京的下落 我们在四周看看什么情况 一个时辰后 我们在少林寺山门前会合 遵命 但是这个东方亮怎么办 交由我看管便是 驾 驾 东方少侠 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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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 对了 义父和师祖都用内功救过我 好 小儿 不如我也给你试试吧 来 月婧 你是脑洞空空 身体也空空啊 白白昔武 湿余仔 身体却未曾 身体却没存到半点真气 老 啥 老 老 好疼 糟了 如此下去 怕是要还 还风寒了 这刚才也生不了火呀 这刚才也生不了火呀 你等我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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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走 我快不休了 但我绝对不能让你伤死 小儿 有我 我也有你 这是有毒啊 我喝了这蛇的血 这毒 发作得更快 不对 这蛇血好像引发了我的活弯之力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炸了 我现在只能按照师祖所说的运功之法 守住灵台一点 免得失去意识 伤得乔儿 绝儿 乔儿 乔儿 你没事吧 坚持一下 我马上给你生火 来 我说东方兄啊 你若是肯放下偏见 我倒是真想认你做个朋友 谢了 你我道不同 不相为谋 某家父子 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功于心计 所有的行为也是光明正道 摆在台面上来说的 那你说 你父亲牟沧浪 是如何暗中勾结朝廷权贵 夺取武当的 那不过是朝廷的任命罢了 要不是你们 与朝廷权贵暗中勾结 这种好事 会落在你们某家头上 愿只愿武当炼制的红丸 害了皇上的性命 若不是我父亲在朝中百般卧选 如今武当早已被官兵踏平 所有的弟子都得血迹先皇 那红丸是如何被换成毒药的 想必你们父子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们保全了自己的功名利路 却害死了无相真人 真是卑鄙啊 东方兄啊 你果真是个剑痴啊 除了练剑 别的一窍不通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老吴相此前为了救玉京 早已身怀重伤 命不久矣 而红丸案也需要一个替罪羊 不然这朝廷和武当的颜面也不好看 老吴相选择一死来拯救武当 的确深明大义 我父亲也感念在心 只是此事想不到给我父亲惹来个骂名 你们父子一手遮天 快用这种花言巧语迷惑世人 如此卑劣刑警 反倒被你粉饰成了功劳 可笑啊 东方兄啊 你也是个聪明人 你想想 若是我父亲真想灭了无相 怎么会选择在密坛时动手 那不是白白给自己惹嫌疑啊 跟王吴相选择在密均时动手 把大禁要遮得留 那是嘴巴吗 你在好听吗 又凶手 老吴相逼你 还是维帮的 而且这块 又没什么东西可以盖 你嘴巴上怎么那么多血啊 还不是拜这位老兄所赐啊 蛇 古兴 你看 这从哪儿来的蛇 没想到 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丫头 居然怕蛇呀 你别碰她 你离我远一点 没事 你我肚子里现在全都是她的肉 你为我吃了蛇肉 对呀 要不然你怎么那么快好起来啊 不是 就刚才啊 她还特别开心的 趴在你的腿上的 你别再说了 别再说了 你得感谢我 多亏我 勇斗怪蛇才救了你的性命 不信 你看 傻瓜 被毒蛇咬了 怎么能不处理伤口呢 好奇怪啊 你这伤口怎么这么快就结痂了 这蛇可不是一般的蛇 刚才 我跟蛇搏斗的时候 喝了她的血 没想到 却引发了我体内的红丸之裂 那岂不是会要了你的性命 是啊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呢 等我醒过来以后 我就发现我这身体 四肢百害 乌不舒爽 连这伤口都一点也不疼了 你看 更厉害的事 你看我穿这么少 我一点都不老 那还真是挺神奇 这洞里怎么会有风啊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山洞啊 奇怪得很 这洞里面 每隔一会儿 就会有风吹过来 我爷爷以前说过 若是山洞里面有风 那洞里面 必定会有另外一个出口 我看这洞这么深 你有没有往里面走走看啊 刚才啊 我也是想进去来着 可是呢 一进去 火把 它就被风给吹灭了 再加上 放心不下你啊 这洞啊 若遇毒蛇 百步之内必定会有解药 我看这蛇很神奇 这洞啊 也很奇妙 也许 洞里面有宝 对 我们得想个办法进去才行 先找找看有没有奇怪 好 这儿 这个凹槽 和你身上那个玄武令牌像不像 还真是啊 等一下 怎么了 一看你就没有江湖敬业 万一这个地方有机关呢 如果忽然一下 冬塌了呢 那你说怎么办 好了 怎么又可以了 可以放了 女人还真是变得快啊 因为我忽然间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了 之前啊 我就觉得乾坤洞这三个字 特别的耳熟 我刚忽然一下想到 我爷爷说过 乾卦是三横表扬 竖卦表音则是坤卦 连起来写啊 就是一个风字 那这个洞就是 三风洞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三风洞 还有这地方 难怪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找得到 那岂不是这里面 就是三风真人的绝学吗 我猜是会有的 之前我也不是很确定 就在你刚刚要放玄武令牌的时候 我一下子想到了 巧儿 你可真聪明啊 好了 别光夸我了 赶紧的 好嘞 这洞里面还真是别有洞天啊 不一样 不一样 你看 你看 我好生气啊 巧儿 咱们俩四处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宝贝 好 巧儿 巧儿 找到什么了吗 没有啊 再找找看 再仔细找找啊 费那么大劲 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吧 会不会是我们来得太晚了 宝物都被别人拿走了 巧儿 你病刚好 又折腾那么半天 你先坐下来吧 来来来 好 我呀 我先试一下 这水能不能喝 你别动 你看那儿 看到了吗 我明白了 原来光照到水里面 字就会出现 看来这字是刻在水里面的 如此蹊跷的机关 三丰老祖还真是煞费苦心哪 知其白 守其黑 为 为 为天下事 常德不特 复归于无极 淳阳无极公 一字不差 这确实是淳阳无极公总纲 不过 之前 无相师祖给我的淳阳无极公心法 只有下半步 实在无从练起 未曾想 真没想到 这淳阳无极公的全本 竟然藏在这个地方 是啊 尊阳无极公 乃武当内丹修炼至无上法门 无极公法上步载无极掌 掌法刚猛做淳阳之态 实为外公引导之术 下步载无极公 内修虚无 实为内公修炼之法 合称淳无极公 淳阳无极公自天人一世 第一世开始便以外公为引导 以实现导引内公之目的 首先打通人体死穴三十六个 活穴七十二个 至此一百零八个要害穴位打通 一百零八个要血 可报体内内力积聚 不畏冷暖 而后打通身体四百零二个 医用之穴 之后可报百病不生 百毒不侵 而能打通人体七百二十个穴位者 骨筋未见 向百二十八正 骨筋未见成中斤 岁岁之后打通七百学 自知难以寸进 岁修筑此洞 篆刻公文 留于后人参悟 不过相传 若打通全身七百二十学后 则可不生不灭 与天地同手 至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之境界 这淳阳无极弓的确与武当的其他弓法不同 难怪无人能练 这道家讲究的是修炼内丹 可这无极弓 他修炼虚武 虚武如何修炼啊 不过我奇怪的是啊 这墙上只写了所记载的内容 却没有记载修炼的法门 你让我看一下你的功法 这里面除了记载一些文字和这些符号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些符号看起来像蚯蚓一样 谁看得懂啊 师祖给我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根本就没办法练 我也只能是强行记下这里面的笔画 这样你都记得住啊 我天生过目不忘 不过我也是第一次记这种 实际上 chic 小二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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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